那ePub就是一种电子书格式 如果你在iPad上面 你也可以看 在手机上面也可以看 那你的装置大小对它来讲 基本上不太影响 它会适合任何装置 因为它是使用类似HTML的格式 基本上它就是把HTML给压缩起来就对 变成ePub 那这个在手机上面 或者很多行动装置上面 都可以用 那如果你在PC上面呢 你没有ePub的阅读器的话 那你可以下载这个PDF档 那也可以看 那像比如说我稍微下载一下这个PDF OK 你直接点进去看也可以 下载下来也可以 那点进去看 当然会比较久一点 OK 那像这个网路程式设计 那最后的电子书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这学期的计算机结构 最后的那本书也会有这种版本 那这个是先给大家知道的一件事 那你现在呢 我们正在撰写当中的这一本就是计算机软硬体结构 那各位上计算机结构的意思就是 其实是上硬体结构 一般来讲是上硬体结构 一般是不上软体结构 那但是呢 各位应该上过我的系统程式嘛 对吧 你上了系统程式之后 如果没有上硬体结构 没有接起来的话 那你就只有学一半 你就只有学到软体 系统程式那边其实就是软硬体结构了 OK 但是加上计算机结构呢 那就是软硬体结构 那为了不要一半一半的拆散 所以呢 我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合并起来放在一本书里面 OK 但是我在这本书里面的写法 就不再是用C元去写 有啦 我里面也会放C元的 就是系统程式里面那个版本 但是我会再更新 比较容易看 因为各位记得上系 上我系统程式的时候 那些程式有时候 你那个语法打的不太好 他会错误 对不对 然后没有给你警告 那些我会再更正 那但是我现在在写的是说 因为那些 我相信各位上过系统程式之后 你一定会发现说 请问有多少人 你把我的系统程式的C元程式看过 不用看完 你有看过任何一个程式 稍微看懂一点 有没有 有啦 有同学在点头 所以应该是有 但是你能够全部看懂的 应该是很少 OK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学到东西 那那个程式嘛 你能够看懂是很重要 那 但如果你没有看懂的话 你看我们的课本 然后听我讲 你可以了解那个原理 但是你要写程式 你可能还是写不出来 OK 那我们这一门课呢 我们会希望各位 不只看懂 还要写得出来 那不只看懂 还要写得出来 是什么意思呢 写什么东西呢 那这里对各位会是一个挑战 我记得这边有同学好像上过 网络程式设计对不对 在场有没有同学上过网络程式设计的 没有 真的没有 那一定是上一届 我印象错了 那 那 这门课我们会要让各位呢 之所以叫计算机软硬体结构 那除了 除了像主义器 编译器 虚拟机 作为系统 这些软体之外 我们还会实作硬体 那各位一定会想 硬体怎么做 烧电路板吗 洗电路板吗 那个是李金台老师才会做的 我不会 那 我从来没有洗过电路板 所以我不可能教各位 洗电路板的这种事情 如果你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 应该去修一下李金台老师的课 不过他好像没有在课堂上教洗电路板 那所以可能要做他的专题才有办法 那但是洗电路板其实现在是一个 怎么讲 产业界你真的会去洗的机会也不会很多 因为除非你是做原型机 不得已才要洗 那一般来讲呢 现在也很先进 也不一定要洗 前一阵子我们系上赵老师因为有经费 所以他有采购了一台雕刻机 有人听过这个东西吗 或用过或看过 最近有一个很红的东西叫做什么 3D印表机有听过啊 有吧 3D印表机是做什么的 你要什么他就印什么给你 但是你首先要有一个模型档给他 那模型档怎么做 你可以用blender做 blender会出变成3D印表机可以接收的格式 然后呢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所以像那个前几天我在那个blender 台湾blender小具里面就看到有人自己做模型出来了 做3D模型 那现在呢3D印表机会是一个很 怎么讲 对产业界或对一般的就是用品 不见得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对一种人会有影响 就是Maker 各位知道什么是Maker吗 Maker 最近有一个 有一本书叫做制造者运动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制造者运动 制 他不是不是制造的那个制 他是自己的制 制造者运动 那这本书 他就是在讲Maker 那他好像是Anderson 那个作者叫Anderson 那讲Maker Maker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这很有趣 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稍微插开一下话题 MakerBot 这是一家公司 就是专门做3D印表机的 Maker 就是 不是MovieMaker 这不是我要找的 那 Anderson Maker 这是 应该是那本书吧 可以 好钱 Yama 新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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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要洗电路 你有雕刻机嘛 这是比较贵的 你要洗电路 其实手工就可以洗 就像你洗相片一样 手工就可以洗 只是千万不要用手去碰 不然会烂掉 因为你知道那个洗电路板都是用很毒的东西 虽然现在所使用的容器已经比较不毒了 但是你也不要洗洗完之后直接把它打到马桶里面 然后充电 或者是洗完之后直接直接没有处理过 那个东西洗完之后你最好处理过 要中和 做完中和之后还要放很多天 然后最好是能够能够尽量不要洗就不要洗 因为那个东西对环境的污染很大 但是如果你用雕刻机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不需要用容易 不需要用容易就比较安全一点 好那这一本书其实有中文版 制造者时代 他叫制造者时代 这个 Race Anderson 3D印表机跟很多其他的技术组合起来 基本上他认为说 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了 那是看书评的 基本上他认为说 你可以把工厂所做的那些东西带回家做 那如果可以把工厂所做的那些东西带回家做 那这就会造成一次很大的改变 但事实上没有那么乐观 我不觉得可以把工厂所做的东西带回家做 但是你可以再带回家做出原型是可以的 可是你真的要量产呢 是没有办法在家里做的 真的要量产你还是得要 得要 委托工厂 不过 关于这点 我觉得倒是台湾的一个 一个机会 因为 要委托工厂 委托谁呢 一定是委托OEM ODM制造商 那台湾最强的就是这一块 OEM ODM 台湾基本上研发能力还不是很够 但是呢 在做代工方面算是蛮强的 所以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那这本书 由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虽然我自己都还没看 那这个东西会衍生出来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我居然没搜寻到 我看一下 既然搜寻不到就算了 会是很重要 现在有一个东西叫FabLab 应该用Google就可以查到 FabLab 那什么叫FabLab呢 就是 就是 看一下这些 就是要这个 Fab是指晶圆厂或工厂 那Lab就是实验室 那现在有一种东西叫FabLab FabLab 就是 最近台北有成立 那台南也成立了一个 那我的网友 虽然都没有见过面的网友 像郑国威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曾经 有印象这个人 没有 郑国威 如果你曾经看过像数位时代这种杂志 他曾经写过一些数位时代的专栏 那他是谁呢 如果你曾经 可能比较多人看过这个 范科学 有吗 天哪 各位都不看科学杂志 也不订阅Facebook的科学 科学 按个赞这样子 是不是 那 范科学呢 是 是一个 算是 电子出版品 所以他没有资本 那所以像他都有在推 像手作科学啊 这种东西 科学传播的东西 那如果你对 这种科学领域的东西 比较有兴趣 我蛮建议你可以去 去订他的东西 你点进去 ok 这个是分享 这个是分享 那你可以 可以订阅 我印象中 他可以订阅 ok 这边是可以订阅 对 这里 应该是这个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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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订阅 你的Facebook 就会看到 那所以 Facebook 不是只用来 跟朋友 聊天用 你Facebook 还可以收到很多 重要的 技术讯息 那 所以蛮建议的 像在这里 我这边 一堆朋友 其实都有 定 好 那这是有关今天的 这个 该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 我好像有什么东西没讲到 刚刚为什么讲到美可来 因为讲到喜殿路板 讲到喜殿路板 好 那讲到喜殿路板 来讲到什么 为什么讲喜殿路板 因为雕刻机 那为什么讲雕刻机 因为 另外3D表集 奇怪怎么都存在一起 ok 反正就是这样 那所以 我刚刚 我们刚刚讲 对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要 自己设计 电脑硬体 对不对 所以才会讲到 喜殿路板 和3D表集 好 现在问题是 我们要怎么自己设计 电脑硬体 好 那各位觉得 我们在这门课上面 该怎么办 我们不喜殿路板 我们也 基本上 不太会去 其实可以接面包板 但是 这门课基本上 我也不会 我会 带各位做面包板 插件 那 诶 你们有没有课程 是做到面包板 没有 有没有人 曾经修过李吉他老师的课 是有做到面包板 有没有 好 好 那 是蛮可惜的 我觉得啦 我大学也没 我大学碰过面包板 但是呢 一直觉得 一直觉得 不太有概念 那到最近 又重新碰 又发现 其实 不是那么难 好 好 那如果你有玩过 Arduino 有人玩过Arduino 吗 Arduino 你如果玩过8051 就应该会玩Arduino 就是 就是Arduino 比8051 简单 那Arduino 你就把那个板子拿出来 那个一个板子 现在已经降到 剩下400块了 那 整套 整套买下来 可以 可以有1000块的 Arduino 那你是要插插线啊 然后面包板 准备好 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些实验 像什么LED灯啊 这是最常见的 加上按键啊 然后再加上一些零件啊 外加元件之类的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书桌当成工厂 然后来做你想要做的产品 OK 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相信你进去业界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好很多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同学的实务能力 其实并不是说退步 而是说 这个环境太复杂 已经要求各位 要会的东西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导致说 你没有时间去自己动手 做什么事情出来 那各位 最近修专题了是不是 最近修专题了吧 最近修专题的时候 你们就要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出来 那我记得上一届的专题 你们还没开始吗 专题正要开始 我记得上一届的专题 还蛮多人 蛮多人去坐脚踏车 OK 什么虚拟实境脚踏车之类的 然后他们就真的 真的呢 必须要有一台脚踏车 然后呢 在脚踏车上面接电路 有很多人用Adreno OK 然后接电路板之后呢 把讯息传到电脑上面 然后呢 你就用那个Google Map 去做导航 所以你一边骑呢 你荧幕上的Google Map 会一边跑 好 那就模拟说 OK你已经骑到 好当然那个脚踏车是垫起来的 架高的 所以 它可以模拟说 你已经骑到哪里 骑到哪里 它会风景给你看 用Google街景这样子 东西给你看 类似这样的功能 有很多组 不少组同学在做 那当然后来他们会演化出 各种不同的特色 比如说 有些组强调的是街景 有些组强调的是健身 有些组强调的是导航或干嘛的 可能会不太一样 那各位 专题的部分 其实你就可以 稍微参考一下人家 但是呢 不要做一样 做一样的人家觉得 那你专题 好像没有太多创新的东西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 然后想办法做一点 比较创新的东西 那这里 其实你就必须要自己动手做 专题就是训练各位 自己动手做的好时机 所以这边非常建议各位 想一想 不要去害怕说 我去探索自己没有经验的东西 但是 记得一点就是 你在专题的时候 如果 在专题的时候 如果你 你 不是很熟 那你去尝试 那个题目 会是一个冒险行为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组员 他那方面比较熟 你再跟他一起做 这方面的题目 会比较好 OK 好 那这个好像扯得有点远 回过头来 我们既然不会接面包板 也不会洗电路板 那我们要怎么上计算机结构 好 那我要告诉各位 各位 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 有很多工具 那 各位有没有人曾经修过数位电路设计之类的课 数位逻辑是必修课嘛 所以数位逻辑各位一定修过 数位逻辑上面 有没有 动手 没有 纯粹讲理论 OK 那这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没关系我们这学期会补起来 我们会动手 但是我的动手通常 不是那么的实体 为什么呢 因为实体的东西 我们的财力不是很够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不是很擅长 还有 还有就是 会花太多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不足 那所以呢 实体的部分 我自己那边 我做了我会录影给各位看 那你回家有兴趣 你也可以做 但是 我给各位看的通常是 你在这边电脑 就可以做完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在电脑跑模拟 跑过了之后 你去实体做 基本上就不太有问题 你可以了解那个原理 然后你也可以做得出来 只是要花时间 OK 那电脑我们跑什么呢 我们会用一种语言 那各位 到目前为止 你应该学过 C语言 对不对 还有学过什么 C sharp 还有没有别的 没有 那不错 各位这届 蛮幸福的 没有学过其他奇奇怪怪的语言 好 那以往几届呢 我看他们学的语言都非常多 但是每一个都学的不是很好 你至少要精通一个语言 至少要精通一个语言 这很重要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学很多语言 那倒是还好 至少要精通一个语言 那我们这一门课 我们会用一个语言 这个语言叫做verilog 有人听过这个语言吗 好 那没关系 我们会从头开始教 好 这个语言做什么用的呢 各位 写软体 你会用C嘛 对不对 如果你要写四窗的程式 你应该不会想要用C啦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曾经试图用C写过四窗程式 有哦 那其实是有这种工具 而且也不会算太差 像你可以用QT 用QT在Windows Linux上面都可以写 当然Linux会比较方便 那GTK其实不太好用 但是QT其实是C++不是C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其实是可以用C写四窗程式 但是很少人会这样做 那如果你写四窗程式 你可能还是会用C Sharp 这个大概是我目前为止 看到最方便最成熟 最没有进入门槛的一个工具 那C Sharp 我们已经教过了 所以你应该想要写四窗程式 应该也写得出来 可能你没有办法写出很大的很复杂的 那写一些小程式是OK吧 那我建议各位持续的去做这种事情 但是你最好锁定一个语言 不要跳来跳去 你至少一个语言很熟很熟之后 再去跳 那什么叫很熟呢 就是一年有365天 你大概要有360天都在写 每天都要写 至少写个一个小时 你就会很熟 OK 那到那个时候呢 你再去学别的语言 你什么什么语言你都可以学 好 那否则的话呢 出去你还是会被视为span吊子 好 那我们讲说 这学期我们会用Vlog这个语言 但是Vlog这个语言呢 它跟C语言很不一样 C语言其实本身就已经很怪了 Vlog更怪 怪的地方不在它 其实它已经很好 它非常好 但是怪的地方 其实是因为领域的关系 下课时间 我们稍微把它多花两分钟结束一下 因为领域的关系 领域什么关系呢 设计的不再是软体 Vlog是用来设计硬体的语言 所以因为这个领域的关系 它有很多特性是不一样 什么特性不一样 设计硬体跟设计软体 完全不一样 软体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Bit 位元 硬体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Wire 线 可以感觉得出来差别吗 基本上这两个是有关联的 因为一条线基本上可以存一个位元 同一个时间点可以代表一个位元 但是硬体是线 软体是位元 这一点是它之所以跟C 差很多的地方 那这个后续我们会再讲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那下一堂课我们再来看别的东西